2500多张画作一一呈现评审眼前 永和儿童绘画比赛迈入第三届 这次以健康防疫一起来为主题 琳琅满目的作品有强调绘画技巧 有锁定创意发想 绘画比赛代言人同时也是 新北市议会副议长陈宏元孝说 可能是因为大家不能出门 反而报复性画画导致战况更激烈 并正面肯定绘画比赛能达到防疫宣导的目的 今年真的是盛况空前 也可能是大家都没办法出去玩 所以都毛起来画了 报复性的画画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好 而且可以透过这个绘画 让大家知道要如何防疫更加深印象 参与过多次评审工作的许国宽老师说明 不管是哪个组别 今年度的水平都比往年高 尤其中年级组的画作 不管是用色还是技巧都特别精彩 获得评审肯定 而主办单位永和区公所陈宇军区长则是说 参赛者不只要发挥创意 也要能观察周遭事物 并用绘画技法呈现 所以十分认同绘画比赛带来的价值 创作上整个整体来看 不管是低中高或者是幼儿主 整体的水平都超越以往的水准 可以培养小朋友的观察力 还有他的一个创意 以及他对于周遭的反应的感觉 那很多小朋友是透过画画来表达说 他没有说出来的话 永和儿童文艺盛世绘画比赛 评选告一段落 十月十八号将在国父纪念馆 举办颁奖典礼 届时不仅能欣赏到小朋友的精彩画作 也会公布最后评选成绩 欢迎亲子空出时间 共襄胜举 永和会发比赛 赞不赞 赞 记者刘安静的民宣永和报道 请不吝点赞